哈囉大家好我是J 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雙11購物節這個商人建構出來的萬惡節日 那我今天接到了淘寶的工商 那我就在淘寶上買了一些東西 那你可以參考一下雙11的之後 你可以在淘寶上考慮要不要買一下這些東西 那我自己選的東西我自己覺得還不錯啦 那首先呢是現在拍攝上正在使用的這個燈 來現在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個燈我是還蠻滿意的啦 他就是平常你看一些實況主啊 他們YouTuber拍攝都會用到這種環形的燈 那這個比較小一點 這個其實你看這我手掌放在這 差不多就是我手掌在大這樣子的程度 他沒有到很大一般來說大概會比這個大更大一圈 但因為我就是一個比較不是以拍這種 實拍影片為主的所以會買小一點我覺得就夠用了 那他這個其實比較是用那種美少女直播主 然後會使用的這種環形燈 你看他這邊 就是剛剛我手機就是直接架在這上面 所以我剛剛手機是這樣拍我覺得非常方便 你就可以也不用架 腳架這樣子 然後他這一邊有一個 這個凹槽可以直接把麥克風插在這 像我這個麥克風 因為我剛剛我現在錄影 我現在坐在沙發上 然後 所以我現在是擺在這 但是這個可以拔起來 然後安裝到 安裝到這個地方 所以 你這邊就可以架麥克風 這邊架你的手機 然後直接這樣打光 超方便 我非常喜歡這一台 然後 然後這裡有沒有 有一個 USB孔 他就是讓你可以一邊拍攝 然後一邊讓手機充電 超方便 很貼心 這一台大概 260人民幣左右 你大概就乘4.3、4.5上下吧 反正就是我覺得 以這個價格來說 拿到這台 非常方便 就是 價格非常的實惠啦 然後就是 基本上 燈光亮度啊 顏色啊 都可以調 現在是黃光 白光這樣子 對 我自己覺得 買到的時候還 蠻喜歡的 有興趣的話 你有這種需求的話 我覺得 可以考慮這一台 然後買了這個 龜藻土的腳踏墊 那龜藻土就是一種 會把它水吸乾的土 那它其實就是浴室的腳踏墊啦 那其實我原本用的浴室腳踏墊 其實都堪用 但是 就是這種 它乾的不會那麼快 然後就是 有時候你用第二次的時候 或是第二個用完的時候 踩著腳踏墊 就會濕濕的 而且 它比較 容易這樣髒髒的 其實我就不太喜歡 那這個的話 還就是 也可以當腳踏墊 也可以吸得很乾 那一個感覺你第二個用也不會 一隻 屍屍髒髒的感覺 然後我先去腳 把腳弄濕 用用看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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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你看 一下就乾冷 我不知道拍不拍得出來 反正 我剛剛是腳上有一點水 這樣踩上去 喔好棒喔 嘿嘿,好舒服喔 不錯不錯,還蠻喜歡的 你看,乾乾的一下就乾掉了 它就不會有一種 第二個人踩上去濕濕的感覺 喜歡 然後還買了一個平底鍋 它是麥飯食平底鍋 我也不知道什麼叫麥飯食平底鍋 反正是這樣 它是不沾鍋 那我們就來游泳看 好,那我們要用這個鍋子來普通的煎個蛋 平底鍋 我只想稍微把它翻一下 就是它的蛋黃就破了,乾 我好廢喔 我覺得我們煎得很棒棒 它很醜 然後我還買了一些 就是整理線材的道具 然後它就是可以把線材夾起來 因為我現在電腦中那邊超級亂的 所以我們就來整線吧 所以我還有買一個小小的木框 它就是一個螢幕架 木頭製的 它就是我拿來墊另一個螢幕用的 這樣它高度會比較剛好 頭會看得比較舒服 脖子就不用稍微彎曲的去看這樣子 所以我通常習慣電一個東西 像是這個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另一個螢幕沒有電 所以我這邊就特別也買了一個 好,在我整理線的時候 我就一邊認真工商一下 這次淘寶辦了一個 Biggest One Day Sell的活動 在雙11當天有買500人民幣 減100人民幣的優惠限量500份 只要在雙11當天於結帳頁面的折扣馬籃 輸入我的戰隊名稱 夢幻狂歡祭 即刻領取死優惠 數量有限先搶先贏 在下方也準備了淘寶Lite的APP連結 新註冊用戶可享有2.99人民幣保有的特別優惠 已經下載過但還沒註冊的朋友 只要在我的淘寶 輸入我的新人邀請碼 一樣可以享有特別優惠 除了這些還有很多優惠活動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多了解看看喔 呃...OK 其實我算是整理好了啦 不過... 整理好歸整理好 但我覺得這個... 呃... 這已經不是整理不整理的問題了 就我現實在太多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整理比較好 對我覺得這個... 產品其實還蠻好的 對我覺得它是好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的問題 哈哈哈哈 就是... 明明有這麼好的東西 但是我... 卻不知道怎麼用 還有一大堆你知道嗎 我根本沒用到 我只用了一個 但是我... 我現在真的是沒有這個... 沒有想法我要怎麼整 好啦 總之呢 示範了一次 你看 它可以把線這樣整起來 很棒 雖然看起來還是... 一樣亂 不過你們應該可以感受得到 這產品是好的 問題在於人 唉... 總之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我覺得很棒 它就是一個... 它這邊是一塊磁鐵 這個是磁鐵 然後你會... 它旁邊會有幾個小吸鐵 然後小吸鐵可以扣在... 你的... 充電線上 就是你手機的充電線上 然後你手機的充電線 就例如說你用完了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吸在那個上面 就不會說... 欸... 充電線就是... 亂在旁邊這樣 它可以吸在一個... 固定的地方 看起來就比較整齊 那這個我想要在床頭我裝一個 對... 可要貼完 下一個 那這商品 你要像這個銷售我原料那樣 好了...我大概錄了20秒了 靠謠喔 等一下... 我抓一下癢 我手會抖 然後把剛那一段都撿進去 好啦...快點 那現在我們要來貼這個磁鐵 它是這樣子 就是... 剛介紹過啊 你看這一片就是... 溪的 然後它後面是... 那個黏膠 你就直接黏在你想要黏的地方 然後這些就是磁鐵 它這個... 可以直接綁在線上面 那我等等就直接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然後它這邊... 還附贈一個小的 它也就是一個... 底座... 底座加一個磁鐵這樣子 好... 那我們預計 想要把它黏在這個... 這是我們... 床... 然後... 床頭櫃... 想要黏在床頭櫃上 這樣... 後面撕掉 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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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 希望不要黏得太歪 希望不要黏得太歪 常用... 掛鉤的就知道了 這種要... 按壓30秒 哈...隨意啦 就這樣... 差不多啦... 30秒 它就可以直接... 這樣... 扣在線上 而且它有不同的大小 你看它裡面... 這派對焦的到嗎 嗯... 它裡面有不同的大小 所以你就可以... 照你的線的大小去選 這樣子 然後就... 他... 他啦... 再一次 然後你把它黏上去 他啦... 它黏上去了 然後... 平常... 充完電你就把它放在這兒 然後就不會亂丟 亂丟 然後你想要用的時候 你就知道... 它就在這裡 有沒有 好棒喔 好啦... 那這一次我們淘寶的開箱就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覺得如何 我是覺得今天買的商品都滿好的啊 不論是這個... 這個燈真的算是我最滿意的一個 然後...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就是我那個... 螢幕的架高的那個... 木台 我買得太高了 對... 所以我現在看... 原本是低著看 現在變高著看 好... 這是我自己的問題 然後還有那個... 我買的那個... 極限器 也就是... 負責把線整理好的那個道具 對... 它很棒 我真的用下來我覺得... 它真的滿好用的 但是... 我沒有整理線的那個sense 所以我的線還是亂成一團 還有那個磁鐵可以把線整理起來的那個 那個真的很棒 那個我覺得很... 就是它的質感很棒 然後... 造型我也很喜歡 總之... 我覺得... 目前買的商品我都還滿滿意的啦 啊...對... 還有那個平底鍋 平底鍋真的滿好用的 整體上我覺得這一次買下來都挺不錯的啦 那... 有興趣的話 你想要買我今天買到的商品的話 我有把... 它的連結都放在下方的資訊欄裡 你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裡結束了 各位同學掰掰啦 掰掰啦